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看到一个男学生给女学生发送了一张小纸条以后 首先让女孩给老师看一看里面写的是什么 然后快速的研究所写的内容再判断下一步 并且把汉字写在黑板上 如果学生已学过这些汉字 可以让他们数一数壁画 着处错误并解释其意义 如果学生还没学过这些汉字 老师不仅应该帮助学生掌握这些汉字的意义 还可以跟学生分析天旁捕手 让他们更了解汉字 了解 老师听到了学生用俄语说的一句话 或者两个学生正在盯着小纸上写的俄文书信 今天晚上留点去电影园呢 老师就可以和学生互动 帮助他们把每个词翻译成汉语 去 今天下午六点点音乐 帮助学生想起汉语句子的结构 想一想还缺什么成分 嗯对 没有主语我们或者你们 嗯对这是一万句 还缺妈这个词 老师一定要注意了 别对学生太严肃 他们还是孩子 让他们轻松学汉字 快乐学汉语